王熙凤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该怎么评价王熙凤呢 他到底是一个 有着管理才华的女性 还是一个有着一肚子坏水的坏女人呢 他到底是为贾府立功了的 还是加速了贾府的父王 怎样确定他在贾府性衰 这样的一个叙事主线当中的位置呢 如果要搞清楚以上这些问题 那今天这一讲呢 是必须要了解的 曹雪晴在写到王熙凤的时候 是按照一个他对人物的理解的准则来写的 那就是正邪两负 没有单面的人 这种人呢 往往有正有邪是立体的人 王熙凤的权力增长啊 是有一个过程的 王熙凤这样的人才 他被赋予管理权力 本来是好事儿 但是在他权力增长的同时 他又展露了贪得无厌的一面 最终呢 是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罪恶的深渊 秦可卿的葬礼 关联着他人生当中两个重要的伏笔 一是在宁国府 他威严地处理了一个 因为睡觉睡迷惑了迟到的人 那另外一个场面呢 是他在水月安 他揽下了官司 存下了人生第一笔不义之财 三千两银子 王熙凤的权力欲望 是如何一步步膨胀的 王熙凤为什么最终 没有去听秦可卿在梦里边 给他那些嘱托 王熙凤的登高与跌重 都是在秦可卿出兵 这一件事情里边埋下伏笔的 这就让我们再次能领略到 曹雪芹的叙事艺术了 而且呢 他是会赋予这些叙事艺术 一定的哲学的用意的 当有一件好事在发生 那另外一件恶事呢 也埋下了他的伏笔 好与坏总是这样相对的出现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 人物的复杂性 和这人间的复杂性 来宁国府之前呢 凤姐就已经非常犀利的 分析了宁国府的各种问题 她呢 是清晰的列好了 这一次要做的管理工作的大纲 想到了种种的对策 等到实际工作开启以后啊 她对这些工作呢 那都是沉着在胸 而且她这个人能吃苦 她是不畏辛劳啊 事事条理很清楚 宁国府对这位临时的管家人 是个什么态度呢 小说里面就通过宁国府的都总管 透露了凤姐当家理事的不容易 她是这么说的 如今请了西府里莲儿奶奶管理内事 她或她来知取东西 或是说话 我们需要比往日小心些 每日大家早来晚散 宁可辛苦这一个月 过后再歇着 不要把老脸丢了 那是个有名的烈货 脸酸心硬 已时恼了 不认人的 众人都说 有礼 又有一个孝道 论理 我们里面也需对她来 整治整治 都推不下了 这段话 我们来评评啊 是对王熙凤呢 哎呀 既比仪又畏惧 宁国府的这些下人们 他们知道 接下来 让这王熙凤来管事 那就是另外一番局面了 这不 凤姐一上任 就公布了自己的做事规则 她自己呢 是以身作则 早早的就来了 是卯正二课呢 就开始上班 起的呢 是相当早啊 那宁国府当中的 婆娘媳妇 哎 听到了 那就得到齐啊 只见凤姐呢 是跟来生媳妇在说话 跟她呢 在分派任务呢 话虽然是对来生媳妇说的 其实呢 是让这门外的 那众人听的 那些人呢 不敢擅自进来 就在那个窗户外边呢 就趴着听 凤姐呢 就故意 哎 把这声音呢 是抬高了 可谓是呢 把丑话说在前面 寄托了我 我就说不得 要讨你们闲了 我可比不得 你们奶奶好信 游着你们去 再不要说你们 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 如今可要依着我行 错我半点 观不得 谁是有脸的 谁是没脸的 一粒线 清白处之 我们来看 凤姐 她太会抓重点了 立规矩 那是最重要的事 她呢 是把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人设 先给立得 稳稳荡荡 别跟我说 以前的事 现在呢 我说了算 我说的 就是你们的准则 她呢 接下来就开始啊 做好这个任务分派 这一拨人干嘛 那一拨人干嘛 这就相当于呢 各部门 那就成立了 对症下药 这算是呢 理清了整个葬礼上的 所有的工作头绪 凤姐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她的原则立场非常清晰 而且呢 这时候 她是讲究身体力行的 我们刚才说了 她天天毛针二课呢 就过来点毛理事嘛 而且呢 她也很清楚 自己此时此刻的工作任务是什么 她是来做管理的 所以呢 她会把那些多余的消耗 她的事情给砍掉 可以说是 事事妥贴 本来呢 一切都很平静 但是啊 偏偏有一个人 她懈怠了 犯了凤姐的工作大忌 这一天呢 这个人 她迟到了 那我们来看看 王熙凤 她作为此时 宁国府的临时领导 她会给迟到的人 怎样的惩罚呢 可以说呀 这一次因为睡觉迟到的人 真的是太倒霉了 她呢 是遇上了王熙凤三管齐下的惩罚 这个迟到的人呢 是丢面子挨板子 最后还扣了银子 这听起来损失可真不小啊 我们来看看 这次惩罚 凤姐到底是怎样做的 既然在宁国府啊 是有了有名的烈祸 脸酸心硬等等名声 这凤姐呢 她也不想虚应这名声啊 她是坚决地执行了自己的原则 凤姐是这么表现的 凤姐冷笑道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 你远比他们有体面 所以才不听我的话 结果呢 她是怎么编的呢 她这么说 小的天天都来得早 只有今儿 醒了觉得早些 因又睡迷了 来迟了一步 求奶奶饶过这次 凤姐她开枪的时候 讲的是反话 虽然这个人 这个时候的脸色呢 应该是戴着一丝巨异了 但是凤姐呢 还是要安给她一个 故意藐视的帽子 说这个人呢 是故意不听她凤姐的话 不按规矩来 是不是自以为 自己很体面呢 那这个仆人的回答 我们乍一听 好像也没毛病 对不对 就是个解释而已嘛 天天来得早 偶尔有一次迟到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醒得早 结果呢 又睡了一个回笼觉 就导致了迟到 这是老老实实 很耿直地讲出 自己迟到的原因嘛 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嘛 接下来呢 她就说 来迟了一步 就求王兴峰呢 饶悟她这一次 好像也挑不出什么错啊 但是我们琢磨一下 我们换到王兴峰的角度 那这番话就到处是问题了 天天都来得早 只有尖 那这是对迟到逻辑的模糊 迟到就是迟到 哪分你过去迟没迟到 你怎么能拿过去没迟到 来说尖这个迟到呢 第二句 睡迷了 这件事那就更不成体统了 来迟了一步 这是对自己迟到这个事情的性质呢 是做了一种稀释 你说我迟到吧 我就迟了一步 但是迟到就是迟到 她不能用一步两步来衡量 对不对 再说这个求奶奶饶过这次 这句话则是呢 将饶她这件事情 是交到了凤姐的手里 认为呢 这些都是你凤姐泥嘴的事 这仍然说明啊 她其实是忘了规矩的 所以呢 她这个时候是把压力 给到了凤姐这一方 就看你是不是一个 能够体谅下人的这样的主子吧 跟这些仆人打交道呢 其实凤姐是有压力的 因为她要担名声的呀 凤姐是怎么处理的呢 她这个时候先按下不表 这个时候她看到那王兴媳妇 在那探头探脑 好像是有什么事 她就问你什么事啊 就先把这个王兴媳妇的事给办了 中间呢又穿插着 又来了好几个人来办事 凤姐呢 先把这些正事是一一处理停当 而且呢 她很精明啊 她看到那个来办事的人 提供的那个开销单子上 有错误 她呢就说 你算清楚了再过来 陆陆续续处理了好几件事 时间呢 应该已经过去很久了 这个时候凤姐 才开始来发落 跪着的那个迟到的人 凤姐这时候呢 才慢慢地说 明儿我也睡迷了 后儿她也睡迷了 将来都没了人了 本来要饶你 只是我头一次宽了 下次别人就难管了 不如县开发得好 凤姐呢 先是让这个人悬着 先不发落啊 这个人她要忍受很多煎熬的 凤姐她作为管家的人 她其实呢 就是要把这个大局 先说清楚 这样讲 既是缓和矛盾 也是回应那一句 邱奶奶饶过这次 这样的请求 所以凤姐呢 她做事是极为周密的 那接下来的惩罚啊 我觉得还是挺严厉的 说王熙凤啊 当时就把这脸放下来了 就喝命呢 把这个迟到的人要带出去 要打多少呢 二十板子 一面呢 又置下了宁国府的对牌 要干嘛 要隔去她一个月的影米 迟到一次扣工资 整月的都没了 脸酸心硬 果不其然呢 这是凤姐的威严所在 二十大板呢 应该是挺重的 一不小心呢 可能会把这人打废 小说里面还写啊 这个人打完了 她还得回来谢恩呢 这个时候凤姐 她就颁布了 下一步的承办条例 明天再悟的 打四十 后日的六十 说有要挨打的 直管悟 那所有的人 听到这一番严厉的训诫 这件事情以后呢 就再也不敢偷懒了 从此呢 是要兼兼业业的 保全自己 凤姐来宁国府之前 他们对凤姐的预估 还有他们看到的 那是完全一致的 凤姐在管理这件事情上 她仿佛呢 是有天赋的 她的自主性很强 微重另行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不仅将秦可卿丧事 处理得井井有条 更以铁腕手法 定立新规 树立威信 依扫宁国府的 陈年击毙 此时 风光无限的凤姐 真切地感受到了 权力的巨大魅力 然而 她未曾意识到 权力是把双刃剑 它是可贵的 也是可畏的 后来 在铁坎寺中发生的一幕 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了 凤姐是如何彻底 被权力欲望所奴役的 那么 铁坎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致使王熙凤就此堕落了呢 既然如此危重另行 这些人呢 就会对她产生 更深的恐惧之意 这些恐惧呢 会继而带来什么 带来谄媚 会让她更加得意 这种得意的状态呢 也会加深她对权力的追逐欲望 她在家庭当中的 这种威望或者说地位 也就会随之呢 变得更强 我们要看到啊 协力宁波甫 对于凤姐在权力提升方面呢 是极有意义的 而且这件事 与其说是提升了凤姐的权力 不如说 她更是开启了凤姐的权力欲望 凤姐的权力增长 就是在习里宁波甫期间完成的 而促使她从此变成一个胆大包天 贪赃枉法的人 那还是呢 源于水月安 也就是满头安里发生的那件事 那也是一个名场面呢 齐可卿出殡 停灵呢 是停在了铁坎寺 铁坎寺这个地方呢 是宁波甫 荣波甫 为那个宋陵人口 寄居设置的地方 家府的族墓呢 应该是在他们的原籍 这个铁坎寺呢 相当于是他们的家庙 是用来停灵的 中转的一个地方 铁坎寺呢 这个名字本来啊 就是最好的提醒 看到这个名字 王熙凤呢 他应该想起 秦可卿在他的梦里的 那场反复的提醒 秦可卿在偷梦的时候呢 提醒了王熙凤 要注意呢 在祖墓附近呢 要多买田 将来如果遇到一些大事啊 比如说抄家啊什么的 那这个祖墓旁边的田呢 是不会被抄去的 另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 希望他呀 能够发展家里的 那个家属 能够把家属作为将来 家族当中的子弟 读书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些呢 都是秦可卿认为 或许能够延续 家族基业的方式 而且呢 这个铁坎寺 这个名字 它对应着一个对联 纵有千年铁门坎 终需一个土馒头 馒头就是坟墓 任何事情呢 都无法长久 铁坎寺旁边呢 就是馒头庵 当然馒头庵呢 并不是因为它长得那样子像个馒头 而是说呢 这个水月庵呀 他们家馒头做得好 所以呢 取了一个外号 叫馒头庵 馒头庵同样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也是在提醒 人要注意这种忠实的规律 水月庵 为什么叫水月庵呢 它其实也是在暗示着 这一切呀 就是净花水月 就是一场幻梦 但是紧接着的这个故事呢 会让我们知道 当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权力欲望当中 什么嘱托 什么千年百年的 那都会忘记 命运的提醒 仿佛呢 就是一句空话 就是在馒头庵这个地方 凤姐完成了她人生中的 第一桩肮脏的交易 凤姐在馒头庵下探 馒头庵的住持呢 是一个叫做静虚的老尼谷 这是个什么人 我们呢 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做坏事的中介 这个老尼谷 他可以踏入很多官宦人家的后院 他是一个关联着 那些权贵人物的人 他在帮助这些人呢 实现权钱交易 凤姐就问他 你们师徒怎么这些日子 也不往我们那里去 静虚就说呢 哎呀 我最近业务好繁忙的 我这几天没有工夫 因为胡老爷府里面 产了个公子 太太送了十两银子过来 要请我们师父呢 去念三天的血盆经 哎呀 我忙得一点空都没有 就没有来请奶奶的安 这番回复带着一点反尔赛哦 我没有去请他 是因为我很忙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静虚呢 它是穿梭于官场后院的 这不 老尼谷呢 当场就有一单生意 就来问王熙凤 接不接 老尼谷说呀 有一件事 要到府里边求太太 先请奶奶一个示下 这句话呢 很重要 可能在王熙凤权力 还没有报尊之前呢 老尼谷是不会把王熙凤呢 放在眼里的 但是这一次出病啊 前面呢 关联着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老尼谷就是直接开始了 跟王熙凤打交道 跟他交流了 还说呢 要先请奶奶一个示下 凤姐就问他是什么事 这老尼谷呢 就说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听着还挺复杂的 是怎么说的呢 跟这个老尼谷本人 当然没有任何关系 跟他甲府也没有任何关系 是关于一对 已经定亲的青年男女 老尼谷呢 他就说 自己曾经在长安县的 扇采安出家 认得一个财主 姓张 这个张财主啊 有一个女儿 叫金戈 就在他这个扇采安里面 上乡的时候 这个金戈呢 他偶遇了 长安府福太爷的 小舅子李牙内 这牙内这个称呼一出现 我们就知道 这不是什么好人 这李牙内呢 就看上了这个金戈 就要取金戈 但是金戈啊 他原来呢 他已经定下亲事了 他定的是长安守辈的公子 这个长安守辈呢 他的官职啊 可能比这个福太爷呢 是要低一些的 李牙内既然看上了 这个金戈 他肯定是请人去说亲呀 这张家知道了 这个消息以后呢 他肯定内心也很动摇啊 他挣扎呀 因为福太爷位置肯定更高啊 而且不敢得罪 但是张家如果退清呢 就怕这个守辈家不医嘛 于是呢 就说已经有人家了 可是这个李牙内呢 他不同意 他是一定要取这个金戈 张家就没有办法 哎 两处为难 结果未曾料想 守辈家是知道了这个事 听到了以后 是不管青红皂白 就来作剑辱骂 骂着张家 你一个女儿要许几家 偏偏不许张家退清 于是呢 就打起官司告状了 在这里 守辈家的要告状啊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 他很有可能会告赢啊 因为是张家呢 在背信弃义 张家一看到这个情况呢 他就着急了呀 他呢 就寻门路 于是呢 就寻到了老尼姑这儿 就赌气 偏要退这个定理 这两个原本 确定了婚约的年轻人 他们是完全没有 自己的婚姻自主权的 他们的婚姻大事 他们自己的人生 完全地掌握在了 他们的父母的手中 而且呢 他们还会受到 外在权势力量的胁迫 他们的婚姻 完全地不自由 本来这样的事啊 跟他凤姐有什么关系嘛 但是他一旦掺和进来 就必然会影响到 这对年轻人的命运 王熙凤弄拳铁砍寺 是他堕落的开始 为什么他在 出偿权力的滋味后 便沉沦于 这种虚幻的畅快中 究其原因 凤姐败在了自己 浅薄的阅历修养 与男恶的世俗欲望 她不是没有过敬畏之心 她也是一个 为家庭着想的妻子 疼爱女儿的母亲 可她在破坏他人幸福生活时 却无任何愧疚 畏惧之意 那么从王熙凤的此番巨大变化中 我们能看出 这个女子怎样的性格底色 曹雪芹在塑造 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方面 有着哪些过人之处呢 凤姐听完这个事以后 她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她就笑了 她说这事倒不大 只是太太再不管这样的事 这句话很有意思 就说呢 你要去求太太 太太是不会管的 老尼古就说 太太不管 奶奶也可以主张了 这句话呢 其实是对王熙凤的吹捧 我们知道 王熙凤他管家 是逐渐地站稳了脚跟 他也可能呢 很多事不再需要向王夫人汇报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协令营博府 本质上是 王熙凤的一次升职啊 这个时候 他已经取得了王夫人的信任 这里的王熙凤呢 他是说得很直接的 我也不等赢子舍 也不做这样的事 这时候的贾府也好 王熙凤也好 那真的是不缺钱花的 这是凤姐呢 第二次拒绝 但是这凤姐啊 到底年轻 她很快呢 被禁虚的 即将法 给妥妥拿捏住了 虽这么说 可那张家 已经知道我来求福利了 如今不管这事 张家不说 没功夫管 不稀罕他的谢礼 倒像是福利连这点的手段 也没有似的 给我们大家来听听这话 这意思是什么 凤姐如果不出手 那是要连累贾府的名声的 贾府呢会被认为 没能力没手段 这句话可以说是 戳在了凤姐的心口子上 她是一个真强好胜的人 那她听了这样的话 她肯定很难受啊 她的雄心呢就被点燃了 就想 这不是在藐视我吗 凤姐啊 她年少气甚 她对于这样的事呢 她忍不了 所以她回复说呢 平时你是知道我的 我是从来不信 什么是殷私地狱报应的 凭什么事 我要说行就行 你叫她拿三千银子来 我就替她出这口气 有 这个不难 凤姐这里为什么要提 殷私地狱报应呢 是因为这个事情 她的黑白是非不难辨 她心里是知道的呀 这样的事要是干了 那是伤天害理的 是不对的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那就是会有 殷私地狱报应 凤姐呢 这个时候给自己壮胆 只能来一个 我不信 把她呢 作为对自己的安抚 三千两银子 好大一笔钱呀 这么大一笔钱 能不能下退那张财主呢 凤姐可能是这么随口 一说的 结果老尼姑 听到还价了 哎呀 开心坏了 她是喜不自禁 她说 不难 有钱 王熙凤呢 还要给自己做一番辩解 她也没有想到 三千两银子 这么一口就答应了 凤姐呢 她就说 自己不是图银子 这三千两银子呢 是打发那 淘腿的小丝的 给她做盘缠的 给她几个辛苦钱赚赚 我自己是一个钱都不要她的 说什么 便是三万两 我此刻也拿得出来 这话呢 也透着一股虚弱 对不对 明明三千两银子 是一个极大的数目 但是呢 在凤姐嘴里 就被说成了 是一个小丝的路费 而且呢 凤姐还要展示出 自己压根不缺钱什么的 这些呢 都是此时此刻的凤姐 她在第一次干坏事的时候 她在虚张声势 凤姐这个时候 她处在人生中的 那种增强好胜的年纪 她是要成能的 凤姐这个时候 是陷入到了一种欲望里面 这个欲望呢 起初的时候 还不是金钱的欲望 而是那种 贪图他人对自己能力 有所肯定的 这种精神上的欲望 或者说 心理上的欲望 静虚在这里 稍微拿捏了她一下 她就被拿捏住了 就用了一套 能者多劳的说辞 说了这凤姐心里 是美滋滋 凤姐呢 是终究吃了 年轻和没有文化的亏啊 大家要知道 凤姐不识字 这个人物设定呢 是很关键的 这就意味着凤姐 她始终呢 是走在 市井这个层面 在这个层面里面呢 去获得管理的经验 她和那些管家奶奶 丫鬟婆子之间的 那种斗心眼啊 那种角力啊 都是市井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出于利益考虑的 那种构建模式啊 后来在小说的后文啊 在探讨这些 家族管理模式的时候呢 薛宝钗说过一句话 他认为呢 所有的这些 家庭里面的事情 也需要呢 靠着那些圣人的思想 去提着 否则呢 就会落入市井一流 所以王熙复的管理 终究呢 是落入到了这一层 他缺少是非取值的判断 他没有这种 立场上的坚持 他也没有料想到 这样的事情 他一旦卷进来 会产生怎样 恶劣的后果 金歌听说 自己和未婚夫被拆散 就悄悄地用一条麻绳 自意了 守备之子 也就是那个未婚夫 听说金歌自意了 他也不负弃义 也自杀了 王熙凤这三千两银子 背后是两条人命 小说在写到 王熙凤弄权的时候 写到了两件事情 在习立宁国府的时候 他好威风 在满头安的时候 被这个禁须啊 一下子就挑拨动了 这两件事情 是放到一起写的 这两件事情呢 恰好构成了凤姐的两面 一方面 他是强的 他能够呢 在管理的事情当中 去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 他那个时候呢 是可以理清楚 自己的工作头绪的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是弱的 在那些真正老奸巨坏的人面前 他完全是被控制的 老尼姑能够通过 精神上的一些小控制 让王熙凤呢 改变主意 让他朝着一个 黑暗的方向走下去 让他沦为一个工具人 小说在这里呢 还不忘告诉我们 从这件事情以后啊 凤姐的胆子 那是越来越大了 这之后呢 他应该是 经手了很多这一类的官司 至于是否惹出人命呢 他可能也是 一概不管的 凤姐他作为一个 正邪两父之人 他有管理家庭的能力 但是他也走向了深渊 所以在凤姐这里 我们看到了 人的复杂与多面 也看到了 小说对正邪两父之人 塑造上的成功 凤姐的叛词是 一从二令 三人目 从呢 就是说他起初啊 跟假脸有很好的 夫妻感情 夫妻关系 是从的 但是随着他在家庭中的 权力的增长 他进入到了令的阶段 他可以发号施令了 最后他的结局 可能是三人目 人目呢 是个拆开来的字 就是一个羞死 这个过程 如果我们忘了 我们不妨呢 来回顾 梳理一下 凤姐权力增长的 全过程 很多人都说 秦可卿明明托梦 说了那么多 保住家族命脉的大忌 可这凤姐呢 等他真的拥有了权力 他都忘了 他为什么要忘了呢 这件事情 他是不是有责任呢 凤姐她起初的时候 权力还没有那么大 她在家庭的权力呢 是一天天增长起来的 真可谓啊 是时事造英雄 她的权力是否足够大 能够大到 让她可以去考虑 秦可卿梦中的 那种嘱托呢 这个背后 需要让她 有一个很大的格局 但是这个格局 其实王兴凤 一直没有走进去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详细地 做一下分析啊 回到小说开头 那个时候呢 王兴凤 还是一个对王夫人啊 做工作汇报的 这样的一个管理中层 那一天呢 是林黛玉 进贾府的第一天 他呢 就跟王夫人汇报啊 月强发放的情况呀 找料子的情况呀 那个时候 他对贾脸 就他的丈夫 也是礼金有加的 王兴凤呢 他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 他也很有分寸 他和那些 贪赃王法的事儿 一开始他是不挨边的 而且呀 神奇的是 一开始呢 他甚至还透出一种谦虚劲 贾脸从姑苏回来以后 凤姐竟然是以汇报工作的口吻 跟他丈夫说话的 我哪里照管的这些事 见识又浅 口角又笨 心肠又直率 人家给个棒锥 我就认作真 脸又软 搁不住 人给两句好话 心里就慈悲了 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 胆子又小 太太略有些不自在 就吓得我连觉也睡不着了 我苦辞了几回 太太又不容辞 倒反说我图受用 不肯洗血了 殊不知 我是念着一宝汗呢 一句也不敢多说 一步也不敢多走 我们来仔细评评啊 上面的这些画 简直全是反画 而且整个的这一段段画里面 它是很自签的 它是先说自己家的事儿 它表示呢 自己很在意王夫人的态度 还有意见 太太不自在呢 它就睡不着觉 可是呢 背地里我们知道 它能干那么大的事儿 它能答应那老尼国 尽须做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它怎么可能真的管 太太睡不睡得着觉呢 而且王熙凤他还说呀 宁国府那个事儿 自己本来是想要辞掉的 可是太太不让 这里也是反着的 是不是 这种轻描淡写的口吻 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好笑 因为真实的场景当中呢 当时王熙凤对这个工作 他无比期待 他是胸有成竹 而且呢 他还催促王夫人做决定 他并不会真正的在内心 对自己有这么多的自欠性的评价 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是这样的 在贾连面前 责恶么的谦虚 是因为这个时候 他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力 还没有抵达到他的巅峰 在这番话里 凤姐仍然遵守着 三纲五成里边的 富为七纲 这样的诊责 他没有于过封建社会里 家庭伦理的那些边界 他对自己的描述 虽然与事实完全不符 甚至是事情的反面 但是这些仍然流露了 他将自己放在 弱势地位的心里 凤姐在贾连面前充分示弱 和我们看到的 他在秦可欣丧礼上的 那种行为举止 是判若两人的 他在宁国府的管家成效 那是非常的好 但是呢 这些他都不说 而且在贾连的奶妈 赵儿嬷嬷来见贾连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家里的很多的大事 还是掌控在贾连的手中的 所以啊 这王熙凤呢 还要帮着这赵嬷嬷 请求贾连呢 能够安排 自己奶妈的孩子 两个工作 而且呢 他对赵嬷嬷的那种 理尽有加 让我们也能感受到 这个时候呢 他并不是一个 不见情理的媳妇 他和他丈夫的感情 看着还不错呢 但事实上 这个时候 他已经暗暗地和平儿呢 在拿钱放高利贷了 而且这件事啊 一开始就是瞒着贾连的 他无非呢 只是怕他把钱花了 去花田酒地了 因为他希望 能给自己的小家庭呢 攒点钱 随着凤姐权力 逐步攀升 他逐渐失去了 平衡能力和掌控力 家父的亏空越来越大 他的工作越来越难 贾连的权力呢 也逐渐地移到了 凤姐的手里 最要命的是 等到小说发展到 第72回的时候 这个家庭已经需要靠 王熙凤去当嫁妆 来填补亏空 这是凤姐这之后啊 就变得越来越沮丧的 一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心力难知啊 这是一个他耗尽全力 都填不满的一个窟窿 这个窟窿注定了 让贾府走向他 树倒狐孙散的父王的命运 好 今天关于王熙凤弄权呢 就为大家分析到这里 下一讲呢 我们就要讲 导致贾府走入那个大窟窿 填也填不满 王熙凤的项圈 一个个都砸进去 都听不到声 这个大窟窿 是从哪开始的呢 是从园春风飞 下一讲呢 我们就要讲 园春夜省清 谢谢大家 我们下讲见